香港反送中持续燃烧 大学生组团来台 希望台湾能定定难民法 帮助示威者 但不满总统蔡英文说 港澳条例已经足够 庆会大学学生会长方仲闲发文 认为民进党只口头支持香港人抗争 没有具体措施 难免令人联想到 民进党只想用香港人的鲜血 换取台湾人的选票 从香港流亡来台的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太成熟 但11月中 国民党团就曾谴责 民进党一再蹭香港 获取政治利益 12月8号 方仲闲发文批评民进党 但10号随即盗窃 说自己用词失当 我也相信台湾政府会对我们 伸出一个帮助的温小 从我的案例来面讲 是我很感谢台湾政府 就是香港 香港复兴会主席陈云也认为 台湾订定难民法后 适并承担政治风险 也可能因为主权问题 和第三世界国家发生政治冲突 香港学生冲动发文 但也随机盗窃 没想到成为国民党攻击执政党的政治手段 三连视频网站陈佑荣 台北报道